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鱼根笔记,记录生活,分享喜悦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阳光散行 我们这边终于有一点点夏天的感觉了 那么今天的气温可能有20度吧 那么我们已经把我们在露营当中经常用的这个吊床都拿出来了 那么慢慢的我们最快乐的季节就要到了 那么今天呢,我想趁着这个天 去渐渐热起来,我想介绍一下怎么样在容器中种这个bush bean 就是我们中国人挺喜欢吃的这个豆角 那么豆角呢,是我们中国人特别喜爱的日常这个蔬菜当中的一个品种 那么我非常推荐大家在家庭种植当中去种这个豆角 因为它是特别好长,特别好种,而且随着你及时的采收,它产量 会越来越高,那么也是比较没有难度的一种品种吧 那么我基本的先从室内种植的容器开始 对于豆角来讲,我常规的建议 如果你有条件,那么相对稍微大一点的桶,那么更好 那么理论上来讲,一个这是一个三加仑的一个容器 那么一样你在去店里去选择容器的时候 要注意这个环保标志,确保是中间带二的那种环保标志的这种种植桶 因为免得这个塑料会释放任何的有害物质进到这个土壤里面 那么从安全的角度,记得去选择带那个循环标志 中间有二的一样的容器 那么作为一个一般的这个短豆角来讲 其实呢,某种意义上你选择这种1.5加仑的桶 应该也是可以 所以呢,当然你有条件,三加仑就三加仑了 那么桶呢,你要知道的就是确保底部四周都是油孔 方便它这个排水 以免这种大雨天,如果你在户外的话 这个盆在deck上不容易烂根什么的 排水系统 那么作为病人来讲 它相对对于机制土的要求 跟常规的盆栽的要求类似 它需要比较疏松 然后有蓄水性的材料 那么如果你自己去配 就跟我往常去做种植来讲 我希望你的在当中的这个蓄水的材料 比如说苔仙土 我们在北美最多最容易买到的 那么或者你有椰康 那个Cococo都是可以的 那么我的建议是不少于50%的这种材质 那么混入任何的这个冤土 你的堆肥买回来的有机肥 确保它是一个输松透水带肥力的一个 然后加入一些这个蛋铃钾指数比较均衡的 这种相对比较均衡的有机肥 那么混合以后作为一个机制 当然如果嫌配土麻烦呢 你实际上直接就从园艺店里面 直接去买这种potting mix就可以 而且我今天想示范去用这个potting mix potting mix来讲 它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就是 p-mass和paralyze那种有利根系生长的这种材质 那么我原来里面就有一些p-mass 我的建议就是你如果有条件 还是在这个potting mix里面 再混多一点 这个p-mass 那么使得这个输松透水效果更好 因为如果你在一个 我想在这个小容器里面种一个 然后呢我会种三颗一颗绿的两颗紫的 那么在小的里面我种一颗紫的 那么相对来讲我想把它配得更输松透水一些 那么我会加上我这边的 我喜欢用的这个 在亚马逊买的这个互联网上这个 基础的这个 所以肥肥像这样的一个 我放 撒个 一小把 就行了 这种是蛋铃甲444的 适合 初期的各种 这种植柱的生长 而且它是一个缓释肥 是通过 土壤里的真菌 慢慢的这个降解以后 使得根系能够吸收这样的一个肥 那么现在我就是用 P-Moss加上这个 买回来直接的Polimax 然后混合了 少许的这个 这个有机肥 那么 作为初期呢我的习惯啊 当然你加不加都无所谓 就是我习惯性对这些根系初期生长的时候 我会加入一点这个预言 那么加的方式就是我在植入根的 放入根区新的根区的根的那个孔里面 加上少许 来最初的使得这个根 在这个新的涂层里面 能够快速的有一个好的环境去生产 然后在未来的当中 就是当它的植株 结果或者在生长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它的状态 日照啊各种条件下 它不是特别绿啊活力的情况下 你也可以选择每一个月 可以浇水的过程当中添加这个预言 这个非常有利于这个 它根系对于叶绿树的生成 然后呢促进它的光合作用 那么这光合作用好了以后 这个子株自然开发结果 都是非常的这个有帮助 那么像种病呢 我就简单一点 那如果你有条件你愿意的话 可以在底部啊 因为这是个很浅的桶啊 我就都放机制了 那么不需要再添加这个墓穴层啊什么的 我就这样来处理 因为它跟番茄啊 青椒辣椒的种植来讲 它没那么多的讲究 只要你把初期的机制配好了 长起来是很简单 那么相对稍微压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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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紧 稍微压紧的压紧往两克10里 对氮肥磷肥的吸收会提升 然后里面的硫的含量 硫酸的硫含量 会有助于叶绿素的生成 那么我会选择一株 可以看到它的根须 已经在底部 残热的很厉害了 我这个 那么把它松一下 上到它的根须 没下去 那么你通常移植的时候 那我建议是相对比较干的时候 我需要加多一点土 那么跟那个番茄不一样的 你不需要 特别的深埋它 那么这个苗呢 但是我差不多现在有三个礼拜吧 在室内育苗的 育起来也是挺简单的 当然你可以直接 实际上如果你们所处的 这个天气比较炎热 这个窗口 种植的时间窗口充足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这样的机制里面 直接把那个豆 种一两公分两三公分深 埋在下面 一样它可以顺利发芽长出来 那么我们这边因为比较寒冷 如果现在种的话 整个的周期 你收获的时间 就相对 不是那么 充足 那么我通常都是会提前育苗 那么跟其他盆栽的 种植一样 对于 它的挑战 就来自于 整个保湿的能力 因为特别在夏天 它又需要 比较充足的光照 那么它的蓄水能力 就有来挑战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在 表层加入这个 覆盖的Mulch层 这边有Mulch在这里 我们铺上 两三公分 深的 Mulch 那么基本的这个 种植的部分 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你需要注意的是 笛子种下去以后 充分的 浇垢水 使得它跟土壤的结合 好 然后后期的 一个养护 一个是浇水 浇水跟其他的都一样 就是 去 touch这个表层 然后你的手指 去往下 半个手指多 去感知 潮湿度 如果觉得干了 那就是一个 及时需要浇水的时间 特别是根据季节的变化 你事先 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到夏天的时候 很有可能 你每天需要浇磁水 然后那个 另外一部分 就是肥料的部分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小桶里面 它的水肥是很容易丢失的 如果特别是 如果是种在 三加仑的容器里 还好 因为相对它除肥的能力会高一点 那么像这种状况下面 你记得要尽可能的两周三周 要给它补一些有机肥 如果你家有堆肥的话 可以抹在表面 或者是你有叶肥的话 你也可以通过 浇叶肥的方式 那么 我前面提到了 在生长的过程当中 在初期挂开花结果 刚开始开花的时候 我建议呢 你可以 三个礼拜一个月 浇一次 加了Epsom salt的 这样的 通常我会觉得浇水的时候 是一盎司的这个浇水壶里面 你只要加一table 15毫升的Epsom salt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包括说你浇的时候 可以浇到它的叶子上面 它也有助于它直接去吸收的 那么关于这个 这个病的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 它会长到一定高度 开始挂过以后 还是很多的时候 我建议是给它一些支撑 如果你有小竹竿 比如说我这里 有一些小号的这种 这种西红柿的笼子 那么你也可以 给它做一个 这样的一个支撑 当然现在可以不用 不用放 当然我现在这样放的 也是一时 随着它长 它会长很多的 杆分支 那么随着它的 这种长挂骨以后 那么旁边它就会有一些支撑 那么这也是一种方法 或者你有小竹竿 就可以了 绑起来顶上 让它能够形成一个 有效的挂骨的空间 那么今天呢 关于整个你在室内 用容器种植豆角的介绍 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 请点击订阅 点开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